我要给你 我要给你爱的力量 你就会闪闪打光 我要给你 我要给你新的力量 给你哈利润 我干嘛 跟唱歌了 我要给你 我要给你爱的力量 你就会闪闪打光 我要给你 我要给你新的力量 我要给你 我要给你爱的力量 你就会闪闪打光 我要给你 我要给你新的力量 给你哈利润 就扣了 我好讨厌 又来到我们的音乐教室 欢迎各位同学 请坐 真的没有指我 他执态 我有指你啊 我就这样指啊 没有 你没有看我 你刚刚是这样 我要给你 然后就跳过它 对啊 那我可能 潜意识地不喜欢粉红爆吧 对 这两条粉红的露出来 未免太显眼了一点 复古 你妈穿两年再传给你的 你说什么 复古啊 复 复 复复复节 复古风年 有有有 有巴黎年来的味道 有有 来 各位同学请坐 首先要介绍 本单元 最重要的QQ合唱团 给你哈利润 QQ合唱团之后 马上介绍今天的同学 第一位是固定在QQ音乐教室中 担任班长一职的张克凡 接下来第二位同学是锦文 他今天会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呢 此外还有刚刚发行 现专辑的秀兰玛雅 期待他今天有好的表现哦 接下来这位同学是曾经在1997年 发行过一张专辑唱片的 祝枪国 最后一位是歌坛新人拜尔 会在节目中演唱 七美的新疆民谣请观众拭目以待 QQ音乐教室 我们马上上课咯 今天我们在这个音乐教室呢 要各位介绍一下 分析一下 流行音乐的源头 台湾流行音乐的重要推手 很重要 也就是 每个人都会活在那个时代 回忆里面的 民歌时代 太重要了 好 要介绍民歌时代 今天的现场朋友可能都没有参与过 你勉强算是民歌时代的余孽 余孽 余孽 那些是圣神 到你那边变余孽了 没有 民歌时代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 我知道啊 所以你是后来 我都是听我爸妈说的 有个粉红棒 你还给我说得出口 没有 真的 后来我也是有在民歌西餐厅唱过的 民歌的时代大概是从70 70中期 70年 这个 可是现场应该都没有跟民歌有实际接触的人 有吗 应该不可能 什么叫跟民歌有实际接触 就譬如说 民歌在流行的时候 正在流行的时候 你最少有一点点关联 完全没有吧 有 有啊 在妈妈肚子里面听 那不算 这个有传承到 传承到就是 洪海跟小火队 你有 我听你那边鬼扯 因为我们的专辑都是李子恒做的 有关系 李子恒也是民歌时代的重要的一员 他也是幕后的 那时候 他也是幕后的 但是所以他的那个笔触很多 像比如说小火队后来的爱 红蜻蜓 其实都有一点的 还蛮像民歌的感觉 民歌的感觉 对 红蜻蜓 对啦 红蜻蜓虽然是翻译的 不过真的很民歌的感觉 对 今天我们帮各位 慢慢地走进民歌的时光隧道里面 让大家更了解民歌 今天我们的第一个题目就要出现了 有三首民歌的经典作品 哪一首是最早 出现在我们身旁的民歌 请唱 你看多么清新的乐风 这就是校园民歌 木面到我怎能忘了 那是去年夏天的高潮 木面到我怎能忘了 那是梦里难忘的 我逃 谢谢 下一首歌曲 看起来有民谣的感觉 年纪轻轻 不该轻叹息 快乐年龄 不好情哭泣 抛开犹豫 忘掉那不如意 走出户外 让我们看云去 第三首歌曲 好 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闪店 有雨细细浓浓的闪脸 嘿嘿 你飞散发成春天 我们就走进一厢深深历史片 你说 你的雨点 轻轻飘上你的红颜 啊 我醉了好几遍 我醉了好几遍 你唱明哥为什么有一种怪力怪气 邪门歪套 他唱得很像民谣的感觉了 他唱没有民谣的感觉 民谣唱起来就是 很轻松很简单很舒服 对不对 抱歉 明哥你唱歌的方式 不可以拖一点点拍出来 没有那是因为他不熟 不熟 葡萄 好 我要问一下了 刚刚你唱两首歌对不对 那是你听过的歌吗 我听过《牧眠道》 你有听过一首 对 你唱那首 我刚刚没有唱 他没有唱 他一首也没唱啊 你怎么了 没唱是吧 当时吴亦凡 右边那个 所以我把外面两位都很容易忽略掉 你为什么不唱 我刚刚是用富宇在唱的 你用富宇在唱 那我们以后找三个印度人来就好了 都用富宇 你唱的 三首我都听过 三首你都听过 所以我们还是受到很多民歌的 影响 虽然这个歌时代久远 第一首歌 《牧眠道》 对不对 谁唱的 有没有人知道谁唱的 王梦凌 不是 没关系 大家来讨论 有听过就听过 第一首歌有没有听过 《牧眠道》有听过 不知道谁唱的 对不对 他皮肤黑黑的 皮肤黑黑 失笑容 有王梦凌 有失笑容 他不是演君教片的吗 人家不能以前唱歌 他以前唱 《龟人杀城》 《龟成杀人》 诶 《龟成》 《龟人》 杀人成龟 杀人龟成 《龟人杀城》 杀人龟成 这个无龟还是变成一个人去杀 这个歌厉害就是可以阻止 《龟人杀城》 对不对 有没有听过 这些第一首歌有没有听过 有 都没听过 有 我也有听过 奈儿没有听过 没有 第二首歌 《让我们看云区》谁唱的 女孩 女生唱的 你怎么老跟我讲性别 这个感觉很酷 你知道吗 有种出声音就说个人名 是不是师碧吾 师碧吾 有人知道就讲名字 《让我们看云区》 《让我们看云区》 有刘文正的版本 好像刘文正的版本 老师给我出怪招 老师听过去怪怪的版本 最后一首《拜访春天》 有点原住民音乐的感觉 原住民唱的 是原住民 对 原住民唱的 他的名字叫原住民 不是吗 不是 不一定 不一定 没关系 待会我们会告诉你所有的解答 这三首歌 哪一首 是最早就让我们听到的 民歌 《慕名道》 《让我们看云区》 《拜访春天》 你们可以根据我们刚刚聊的 所有的讯息 或者是曲式 比如说你觉得那个《拜访春天》 原住民的曲式 会不会它是最早的 有可能吗 你们也不知道对不对 不少 没有人知道 来 请作答 来 各位让我们看一下 是哪一首歌呢 告诉我为什么 你可以凭感觉 我们先从拜尔开始 我真的是猜是慕名道 一定是的 为什么 你用什么资料去猜的 因为刚QO合唱团那边 有两个人都听过这首歌 我觉得听过的人越多 他应该是就比较早出来 大家就比较有机会可以多听到 应该越晚大家听到的机会越大吧 因为离我们的时代越近 会不会 也对 没关系 不同的思考模式 来 我想要改拜访春天 没关系 妳可以改 因为我突然想到 你看 牧眠道 它里面唱的是夏天 让我们看云去 应该也是夏天 比较不去看云 那拜访春天呢 你以为这三首歌是 同一年出来的是不是 所以 他是跳里面的季节 然后我就拜访春天 应该是第一首 因为春夏秋冬嘛 逻辑好简单 不是 因为以前明哥 就是这么简单 也对 明哥可爱 就是他不讲那些什么 红男绿女 什么酒色才气 他讲一些 我们生活里的 简单的琐事 对 一点点小小的那种 蓝天白云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在 青年人的心里面 就是歌颂他们这样子 阳光 开心 开朗 真的 明哥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你们想明哥的东西 不要太复杂 拜访春天 那你先要改吗 对 好 拜访春天 来 我是觉得是让我们看云去 为什么 我第一次听过这首歌的时候 那个旋律我记得是刘文正 呦 你们两个听同一张专辑 但是 居然刘文正不是原唱 很多歌在星马的流行 都不是原唱 对 也就是说 原唱更早了 更久远了 所以你的意思说 你听刘文正就已经够古早了 对 我就以为那个已经是很古早的歌 对不对 居然马亚 我觉得因为这幕棉道 因为我已经听很久很久了 连很小的小朋友也有听过这首歌 那我觉得它应该是像是像 叶家修老师那个 年代的那种感觉 那因为叶家修老师现在年纪蛮长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 这首歌应该年代比较久一点 他只是脸比较皱 他其实有很老 没有很老 没有很久了吧 我猜他五十几岁吧 还好 差不多 来 你 你应该 你说你跟这个明哥有接触对不对 牧眠道应该是我小学的时候 然后拜访春天也是 应该看云区还更早一点 这是你个人 印象里的这个歌曲的年代排行榜 对不对 好了 各单位请注意 我们要告诉大家 最早出现在你身旁的明哥 就是这首歌 清醒的明哥居然被唱得乱七八糟 冬天我等着你 等着几桌几球 大哥哥好不好 但每次捉你球 举龙脚底下我成长 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60年代猫王的经典歌曲 你头者唱给你听 不在说 出牌的冬天 我们有没有 之后 近这三年代的 大小的 早上 的 之后 接受 木眠道 讓我們看雲去 拜訪春天 哪一首是最早出現的民歌呢 各單位請注意 我們要告訴大家 最早出現在你身旁的民歌 就是這首歌 讓我們看雲去 怎麼會 等一下 拜訪春天或木棉道 都沒中 你看 民歌也沒那麼簡單 沒那麼簡單 拜託 我跟你講 讓我們看雲去 最早的歌是 陳明韶所演唱的 有沒有影響 大家一定 妳應該知道吧 陳明韶 我知道他有參加金運獎 還是什麼 他是一個 他是金運獎 第一屆的冠軍歌手 對 他一名 然後呢 木棉道是王孟霖唱的 差一年而已 而且當時這首歌 還有名的原因是因為 曲是 後來馬兆俊 大家在重唱 或者是他後來過世之後 這首歌一直在地被大家傳唱 對 這首歌曲是1978年的作品 天啊 接下來這首 哇 原住民唱的 對啊 演出你 拜訪春天 是笑容 可是時間就已經晚了 已經到了 對 比較晚一點 應該算是 差兩三年 民歌的末期了 沒有啦 妳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1980年的初期 第一個是 金運獎 還有什麼 金運獎跟民謠峰 還有 這個已經紛紛停辦了 或者那個海山唱片 出民歌的沒有了 再來就是 搖滾樂興起 80年代的初期 對 得到又 蘇瑞 蘇瑞 所以此消彼長 大概是這樣一個狀況 可是我們真的要講到 民歌的開始 是有歷史的 是 1975年 胡德夫 大師 還有楊璇 他不是有寫 我們國語課本裡面的東西嗎 楊璇有沒有寫 我不知道 余光宗真的有寫 楊璇跟胡德夫 就是演唱余光宗的 鄉愁似韻 唱自己的歌 以前小學念書的時候 課本裡面也有 好像 我剛剛 真的有 妳在現場 我們跟大家這個念書 都不是非常好 妳不要強迫 妳講這件事情 因為那時候只有 我只有音樂最好 那妳怎麼會相仇私運 因為跟音樂有關係 對不對 對啊 當時他們就開始覺醒 說我們都聽外國的歌 要不然就是那種流行歌曲 就是比較 感覺是大人聽的 我們自己年輕人 沒有自己的歌 1976年 淡江大學的一場民歌演唱會上 李雙哲在台上做了一個舉動 他把可樂瓶拋掉 喝沙士 我還很認真覺得說 沙士是我們自己的 對不對 開始唱自己的歌 那個時候 他們就一群人 形成了民歌的力量 他寫的是 改編自蔣勳的 少年中國 所以你看 從77年開始 民歌如雨後春筍般 席捲整個校園 所有的年輕人都覺得 我要聽自己的歌 唱自己的歌 寫自己的歌 好 我們現在開始 讓大家開始 對民歌有一點印象了 大概那個時代 有 回來了 有想到有誰嗎 書來 對不對 齊 玉 齊玉也是參加那個 潘岳雲 應該也算 齊玉 潘岳雲 他們都是參加那些 什麼金運獎什麼的 鎮宜 鎮宜也算 王海玲 王海玲 對 王海玲 沈溫辰嗎 沈溫辰 他問我的 他叫尼納來呆檔那個人 我只是問他 尼納來呆檔那個誰唱的 妳結果自己也出來幹什麼 我沒有要發表演 我還成雷 民歌 不是台灣民謠 好不好 好 王孟靈 那成達也算了吧 成達也算 是不是 當然那個時候 我差不多小學畢業 我還有幸參與過 很有趣的 民歌的過程 我有一年在交吉他 16歲 對 我交吉他 然後他們就說 誰會彈貝斯的 我管他 我就舉手 我會這樣 然後葉架修那時候要出專輯 我就去幫他錄音室彈 彈完以後就去現場 可是因為 他的旋律比較簡單 對 那個編曲不是很複雜 我比較喜歡節奏的東西 那個感覺就有點像 他剛吃完飯 吃多了 滾燉的感覺嗎 對 我懂 所以玩了一下 我就去搞樂團 無幸參加民歌的起承轉合 對 不過我們剛剛講到 金運獎跟民謠峰 這次培養了很多民歌人才的 兩大比賽 好 現場有人要來 為我們帶來一些民謠歌曲了 對不對 是的 這位 來 你唱歌會有一種給人家清新的感覺 清新的感覺 他真的算民謠界的 對 他的聲音非常適合 你們的 聲音吧 曲風 還有你們表演的場地 就是 幾乎就是所謂的古代 那個時候就這樣一路 真的嘛 對不對 我覺得可能也是聲音的關係 聲音也屬於民謠 對不對 就屬於那時候的人 這個人就不太像了 我可以啊 我可以 這個人就 這個人 你也不太像啊 我本來就不是啊 你唱廟會多奇怪 你唱廟會就沒有夢玲哥那個味 我比較好奇是 他的氣沒有因為他變胖而氣變長 人家那個聲樂家 那個身材大 不是要胖胖的 共鳴才飽 很有丹田的力量對不對 你現在有種 不要綁這條腰帶 看你們腰啊 雖然 有沒有在外面也唱過 有啊 可是你肯定不是那種民歌餐廳 有唱過耶 也有民歌餐廳 好像是木 木船 木吉他 所以你也是很簡單的伴奏也有唱過 Keyboard Keyboard伴奏 以前都是吉他 後來慢慢增加了吉他 對 我講錯了 人家Keyboard 人家的Keyboard 我剛剛吃太飽了 我剛剛有彈一首贝斯 你不是Keyboard嗎 民謠的 吉他也會一點點 一開始是吉他 後來有增加Keyboard 我們今天就來重溫一下 好 民歌西餐廳的民歌演唱 我要到旁邊點歌了 我要喝咖啡 天邊的細膩裡 到處是泥酥 天天我等著你 等著去捉泥酥 大哥哥好不好 散散去捉泥酥 小牛的哥哥 帶著他做泥酥 大哥哥好不好 散散去捉泥酥 哇這首偉大的歌曲也好好唱啊 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 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 他的名字就叫中國 古老的東方有一群人 他們全都是龍的傳人 鞠龍叫低下我成長 長成以後是龍的傳人 紅眼睛黑皮髮花 黑皮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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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眼睛 紅眼睛黑皮髮花 黑皮髮花 黑皮髮花 這個要投來 紅眼睛黑皮膚啊 這黑人啊 這黑人啊 好險還是戲劇的鬼哦 紅眼睛黑皮髮 紅眼睛黑皮髮 黑皮髮 黑皮髮 哎呀我說張克凡 虧你還說你跟校圓明哥有很大的淵源呢 竟然把這首這麼澎湃洶湧的歌曲 唱成這副模樣 再給你一次機會 千萬不要再搞砸了 第二首歌一定要用重重的態度演唱 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 他的名字就叫中國 古老的東方有一群人 他們全都是龍的船人 鞠龍腳底下我成長 掌聲以後是龍的船人 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 永永遠遠是龍的船人 最後一首歌到現在大家都會唱 不看你的夜 不看你的美 看了心裡都是你 忘了我是誰 不看你的夜 不看你的美 看了心裡都是你 看了心裡都是你 好啦 三個節點的 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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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像這個你 她就是妖膩 妖膩 明哥怎麼可以這樣亂轉音 對 那個時候不可以的 不看你的夜 不看你的美 看了心裡都是你 忘了我是誰 因為我覺得明哥這樣轉音 就是這就快 美就沒有 對 明哥就是不一樣 你如果想要給他一個新的生命 這樣就OK 對不對 對 那我覺得他好有他自己的 就不是學生的感覺 而且你這樣唱 你知道你會被告嗎 真的嗎 為什麼 忘了我是誰 你知道誰寫的嗎 誰寫的 不會是你寫的吧 沒想到秀蘭瑪雅演唱 忘了我是誰這首歌 竟然會被告 到底這首歌的作者是誰呢 廣告號馬上告 靜雯竟然是用姓名學的方法來猜題 第一 立的 因為從這三個人姓名學來看 天隔加天隔 對 天隔 你跟他有什麼兩樣啊 姓名學 包偉盛 是 是這樣子 今天從這三個人姓名學 他的天地人對不對 對 我們天隔加地隔 地隔加那個人隔 我們這個三個表話書來講 我覺得要兩塊板子 才能把它打比 你覺得呢 我要給你新的力量 給你太遠 明哥這樣轉音就是 這就快 B就沒有 對 明哥就是不一樣 你如果想要給他一個新的生命 這樣就OK 對 但是我覺得他好有他自己的特色 而且你這樣唱 你知道你會被告嗎 真的嗎 為什麼 忘了我是誰 你知道誰寫的嗎 誰寫的 王海 不會是你寫的吧 李敖 李敖寫的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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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那時候好像在坐牢 所以他寫了這個 好像是真的 真的真的 大師不要告我 他還寫過兩首 蘭花草也是他寫的 是不是 李敖大師他有不少作品 好啦 他應該好用功 我很喜歡研究這些音樂的歷史 來 各位同學先回座 我們來研究一下 這些歌大家有沒有聽過 都一定會聽過了 其實到現在還一直都在唱唱 拜爾有沒有聽過 我聽過龍的傳人 龍的傳人 龍的傳人 龍的傳人是一定都聽過的 這個一錄下來好像已經變成一種象徵了 對不對 誰唱的 不要跟我講王力宏 現在把你的路堵死了 我看你推到哪裡去了 張克帆唱的 張克帆唱的 好亮 當然沒有把你名字念錯喔 張克帆 是的 好 來 你知道嗎 你聽過什麼歌 龍的傳人啊 誰唱的 你也可以講別人 費玉清 他覺得費真寧 不是 費真寧啦 費真寧 費真寧 他老被我打槍 他揪著人啊 我揪著他 對啊 不知道 你有聽過 你隨便講一首 誰唱的都不知道 我直接告訴你 我剛剛唱那個是王海玲 王海玲是原唱的 忘了我是誰 是王海玲 你本來就知道嗎 我本來就知道 這個我知道答案 但我給你一個提示 他是王力宏的親戚 跟王力宏有關係 王力宏有叔叔的 不姓王 不是叔叔 真的假的 是舅舅 好像是他媽媽那邊的 跟王力宏有關係 有關係 來 漂亮 來 猜幾個字 三個字 第一個字 我以為你要給我們猜 王 不是 王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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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莫君 王莫君是你的 或是他舅舅嗎 蛤 女的有舅舅嗎 王 王 夢 你不要亂教我王夢玲 王夢玲 他姓李 姓李 不知道 李是什麼 李 我不會接下去的 李 李壽全 那是張三的歌 有接近 李建復嗎 李富全 李建復 李建復 想不到這兩個長很不像對不對 李建復 根本完全兩個人嘛 對啊 當時作曲跟演唱都很有名 侯德健的作品 然後李建復演唱 當時真是所有人就心裡覺得 有熱血 熱血 唱龍的傳人 桌尼秋誰唱的 包美聖 也是戴著大大的眼鏡 而且那個時候 包聖美又是誰啊 包聖美跟包美聖是完全兩個人 那是高聖美 高聖美 有包聖美 等一下 好像有 有包美聖 包聖美 有包聖美 你幹嘛這樣 還有包青天 高聖 還有包龍星 星 包龍 包星星 那個他 你想那個是包翠音吧 不是啦 你跟一個粉紅包講那麼多幹什麼 就會搞 氣死了 剛剛三首歌 抓泥秋 龍的傳人跟忘了我是誰 三位作者 三位演唱人 哪一個人得過民歌的冠軍 冠軍 民歌比賽當時很盛行 好啦 讓我們看一下你們答案 好 來 告訴我們一下 只有妳選包美聖 為什麼 因為她的名字很好 平常有在算命 常常去廟裡對不對 一定而已 包贏就包美聖啦 對 聖利對不對 對 聖利 王海玲有兩位 來告訴我為什麼王海玲 你先說 因為我認識王海玲的弟弟 王继康啊 王继康 你不能因為認識他弟弟 你就說 就投他幾幾票 這就是朋友就對了 對 王继康的編曲 還有名的編曲 所以 她的海玲姐應該是 是有得過的 他以前寫過很多歌 所以你不是 憑你跟他弟弟的交集 你是印象裡 印象裡 對 來 因為第二個李建復大哥 他那個 他那個唱功其實只是雄壯而已 然後那個包美聖 有唱出味道來 對 然後那個包美聖那個 做你就是輕快的 你那如果是歌唱比賽挑這種歌 一面不大 漂亮 他又不是拿這個歌去評 沒有 他是根據那三個人的Vocal Vocal來下評論 他是根據Vocal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所以你都有印象 對他們三個人 當時那個唱的那個 Vocal有 有有有 好 我們先讓拜爾同學講 拜爾同學你有沒有聽很多民歌啊 我 我聽了很多都是新疆的民歌 新疆的民歌啊 待會兒讓你唱唱看 因為我小的時候就沒有在國內 所以我對民歌了解其實不多 所以那除了新疆的民謠 大陸也有很多民謠 對對對 其實民謠應該算是民歌的前身啦 就是一些古老的民歌 對不對 那當然二三十年後 我們現在這件民歌 也會變成民謠 對不對 所以你的李建復 是從你對於這首歌的認識而已 對 沒有辦法 因為我對其他兩位都完全沒概念 好 選一個他熟的人 你的 你的 因為喔 從這三個人的姓名學來看 你跟他有什麼兩樣啊 姓名學 包美式 不是 是這樣子喔 今天從這三個人的姓名學 他的天地人對不對 對 我們的天格加地格 地格加那個人格 我覺得要兩塊板子才能把他打底 你覺得嗎 沒有 因為我覺得因為那時候男生 這三個人只有李建復是男生 然後那個時候 在當時民歌盛情的時候 其實 重男輕女 對不對 男生機率大對不對 嗯 好了 農業社會啊 超合適 各位大家會請注意 本人要告訴你 就是這一位得到了民歌比賽的冠軍 他 王海玲 怎麼可能 1979年的金韻獎冠軍是王海玲 當年的優勝歌手你看有誰 鄭怡 鄭怡都被他幹掉耶 馬怡中導演有沒有 施孝蓉 施孝蓉 羅吉正 楊芳怡 徐曉晶 二重唱 哇塞 那我們要知道一下 那個 李建復有沒有參加過比賽 李建復也有 有 他也是優勝 他是1978年金韻獎的優勝 當年的冠軍就是 齊玉小姐 好厲害喔 我跟你講齊玉唱過 我之前有訪問過他 對手太強大了 我前兩天聽齊玉跟潘岳雲唱孟田 為什麼孟田 因為冷氣好乾 真的很好聽 老闆老闆老闆 老闆老闆 我跟你講你聽到那個原唱就 而且兩個人那個氣場 你知道齊玉就像一個仙女 然後那個潘岳雲一個吉普賽女王 兩個人完全不同的風格唱出那首歌 那個真的是一種和諧一種感動的美 而且你知道那和音是誰寫的嗎 黃韻玲 寫得很讚 真的 好 我們在1978年的金韻獎 還有很多很厲害的優勝歌手 黃大成 對 除了李建復 還有黃沐霖 黃沐霖 黃大成 黃大成 不在 過世了 就是M.I.B M.I.B 對 M.I.B 其中就是看起來最老實木娜 可是是冷面笑將那一位 已經過世了 好 接下來包美勝 對不起 沒有像你講的他一定是 他是1977年金韻獎的優勝 那一年還有誰 沒有了 陳明嫂 陳明嫂是冠軍 那是第一屆嗎 陳明嫂 那個誰啊 包美勝還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啊 看看我 有聽過嗎 聽聽我 我歌聲為了你 歌聲為了你 朋友 合音來了對不對 民歌掛的 好啦 這個大家應該開始對這個民歌 更進一步了解了 當然這個民歌 有很多團體 既然要合音就要有團體了 QQ合唱團 又要出題了 接下來有三首作品 有一首歌曲 不是民歌時期的重唱團體所表演的 到底是哪一首 現在就讓QQ合唱團 為我們帶來這些經典的重唱歌曲 來 好 三拍呀 搖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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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啊 聽我把春水叫喊 看我把綠葉醉幻 誰到秋夏一心愁 雲波雲也隱隱悠悠 花落紅 花落後 紅了風 紅了風 這很痴人像雙雨夜 破車破 已破得殘落 愛是很久忍耐悠悠暗死 愛是不嫉妒 愛是不吃瓜不掌握 不做害羞的事 不守自己的藝術 不欺發怒 不計算人家的樣 不喜歡不一直喜歡真理 閉上眼睛 你就會想起那微風往事 誰指我行走 何去何從 誰令我感動 遠離相同 早晨的微風在心中 早晨的微風在心中 晨午彌漫中多感動 多感動 不回首 別再憂愁 明哥哥有一點溫暖的特質 對 好舒服喔 真的 剛剛三首作品裡面 有一首不是重唱團體 你看 你都會唱 可是你不知道 真的 這個比較恐怖 因為每一首都很好合 對啊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你不管是不是團體 只要台上有明歌手 你就是一個團體了 這個最開心的就是這樣 不管你是不是團體 都沒有關係 秋產 愛的真諦 微風往事 哪一首不是重唱團體 請作答 哈利老師告訴你 安跟安怎麼分 你跟他很熟嗎 安邦 你寫一個字我也知道 邦 為什麼 外婆的澎湖灣是 康安邦 這個字正確念吧 是康安邦 康安邦 康安邦 我要給你新的力量 喔喔喔喔 給你愛音樂 秋產 還有呢 愛的真諦 微風往事 哪一首不是重唱團體 請作答 好緊張喔 好緊張喔 好啦時間到 告訴我你的答案 請看 好 很 很不同意喔 各有支持者 微風往事兩票 愛的真諦兩票 秋產兩票 一票 秋產那個三拍 就很像小學生啦 小學合唱團的時候 都會唱這首歌啊 喔小學合唱團 真的會唱這首歌啊 會啊會啊 很適合嘛 好啦 微風往事 來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微風往事比較難合音 我剛剛有試著合一下 喔 漂亮 秋產啊還有愛的真諦都很好合音 現場直接實驗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比較像一個人唱的歌 對 我也覺得 愛的真諦有分句子 他應該是兩個人合的 然後那個微風往事 他是 他比較適合一個人唱 你也是根據這個 樂句的這個段落來講 對… 你不會一直聽到秀蘭螞蟻講嗎 沒有 不會 你反應會不會太慢了 但我覺得我們 我們是選同一個答案 應該是對的 因為誰跟錦雯選 都沒有對過 你剛剛猜猜現在有沒有對過 完了 來 難講喔 人會走運的 因為我覺得愛的真諦 我聽過都是在教會 是啊 教會都是大合唱耶 所以他不是 那種兩人雙人團 對 他就是 這個 他這樣講是某一種道理 可是 我們在教會聽到的版本 跟我們後來聽到的民歌版 一定不一樣 也不一樣 民歌版 是兩個人還是一個人唱 就很難講了 絕對不可能是邱纏 邱纏一定是 什麼 一定是二重唱的歌 一定是二重唱的歌 好 他覺得你選的是錯的 微風往世印象中就是 民歌裡面 的確是有微風往世這首歌 可是 有名的民歌經典 對 可是你不會問人家說 民歌你有聽過 民歌愛的真諦嗎 好像沒有這樣子的一個 說法跟講法 所以我不認為愛的真諦 它是民歌 你覺得邱纏一定是就對了 邱纏肯一定是 那你覺得邱纏不是嗎 因為 因為其實我跟那個誰的 那個想法差不多 只是 只是我覺得說 因為他剛剛講說 是微風往世太難了 你說哪個誰 秀蘭馬雅 秀蘭馬雅 因為我突然沒反應過 所以你在說 不好和音 對 因為他如果是重唱團體的話 他應該找那種 不好和音的歌 不好和音的歌 來和 才顯示他們的實力嘛 他要反向操作喔 哇 他的意思是說 這首歌最不好和 對啊 所以現場來講 雙人團體唱這歌自找麻煩 他的講法是 這首歌 不好和 我才顯得出 雙人團體的實力 是這個意思嗎 對 所以邱纏他不是 因為他太簡單了 太簡單了 哪會邱纏的和音很難耶 我跟你講 他把大學生 想得太複雜了 你剛剛沒有把大學生 想得太簡單了 對 到底是誰正確呢 是誰 各位請注意 不是重唱團體的作品 就是這一首 好 這看法真的很難和音 你從剛剛到現在 沒有對過耶 還有我 還有我 柯文哥我也沒對過 這種不是好事 你不用翹出來搶好不好 你應該他我 他回去就敲鑼打鼓耶 怎麼那麼難想啊 我說你是民歌餘孽吧 你到現在民歌的東西 你沒有一首對 你每一首都會唱 你怪不怪 可是我原住民都對啊 原住民都對 可是問題是 那你告訴我愛的真理怎麼可能 來 我們告訴各位 微風往事就是正宜演唱的 正宜是 1978年金運獎禮演唱樂琴 再唱一段 思想起 後來他就是這個 算是比較早 轉成流行歌手的 小雨來的真是時候 那時候已經不算是民歌了 已經不算民歌了 秋才就是 那是楊芳怡跟徐曉晶 永遠跟菲宜青史啊 很多人唱 我跟你講沒有那麼複雜啦 那民歌喔 民歌好唱好學是一個重點 對 所以學生才喜歡 真的很好學 聽兩邊就會了 你看像我們平常以前啊 那個音樂很複雜 對 民歌一把吉他 對 兩個人就搞定了對不對 一個人都可以玩 開心得不得了 真的 愛的真理是 誰啊 他們是大學城 大學城裡面出來的 旋律是我們台灣人 譜曲的 他把聖經裡的這個 這個教義啊 翻成歌詞 是詩篇裡面的 對不對 詩篇裡面的詞 好 不錯不錯 我們這個除了民歌啊 還是可以傳遞一些訊息 正面的訊息給大家 對不對 好 我們來聽一聽 拜爾 你們有什麼有趣的民歌啊 唱新疆民歌好了 新疆民歌 因為這個可能大家 比較沒機會聽到 好 來 對 今天他報仇 你知道嗎 我們一直唱沒有聽過的歌給他 他也要唱兩首 我們沒聽過 對 其實這個比較像R&B 大家可以聽看看 秀蘭瑪亞有興趣了 好的 對 我個人是不懂啦 可是我覺得有一點點像那種 中東印度的感覺對不對 對 對 是嗎 是不是有一點這種味道 音樂上面 音樂性差不多 所以維吾爾族也是回教 對 我們剛剛那個中東 文化是有一點相通的地方 對 你剛剛那個歌有什麼意思 有什麼含義沒有 它的意思其實就是說 我的天空被霧遮住了 我看不到月亮 那我的心裡面充滿了懷疑 我不能相信我愛的人 算情歌嗎 情歌吧 算 算是一首悲傷的情歌對不對 對 對愛情 前景 不是那麼確定的感覺 對 好啦 今天到這裡啦 我們已經進入了 民歌轉流行音樂 這個重要的時期了 也是因為這個時期 造就了咱們台灣現在 流行音樂的基礎 接下來 三首歌曲 三位演唱人 我要問你 來 請唱 這多麼鄉村啊 西陽 Bothin 汱陽�� 依然破了大疑 我乘在回家的路上 我的江徽我 和鷹佬 吼路在追望 請唱盡聲音陪著我 當心當啟傻的手 留下了一片的红霞 张眼我找去的光芒 帮我叫不上 带回到可爱的家 澎湖湾 澎湖湾 外国的澎湖湾 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 阳光 沙滩 海浪 仙人帐 还有一位老船长 给你一个不同的感受 野百合也有春天 你可知道我爱你 想你 愿你 念你 深情永不变 难道你不曾回头 剩下昨日的誓言 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 教练的水线 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 你野百合也有春天 啦啦啦啦 这回应该大家都要一起拉一下嘛 对不对 明哥就是有这个好处 大家会想一起跟着唱 真的 好了 三首歌曲 夕阳伴我归谁唱的 陈淑华 漂亮 厉害了 外婆的澎湖安 潘安邦 哇塞 我看这一题 他可能要血池喔 你释除 真的 第三个他问 你不要再回答了 好 野百合也有春天 嗯 來装 潘月娜 想啊 哪一位 不是名歌手 哇塞 这是不是有点简单 会不会有点简单 还是说我们有安排陷阱的 半梦半醒之间 与梦醒时分 来宾傻傻分不清楚 我听一下什么 飞红的歌啊 在半梦半醒 那是好奇啦 那是好奇啦 那个东西 那是9分 那是9分 半梦半醒之间 是陈紫华唱的 这是梦醒时分 啊对啊对啊 所以梦醒时分 是谭永霓唱的咯 不是 哈哈哈哈 我可以讲 你说 你爱不爱爱我 这 陈紫的音乐之路 没想到是被逼出来的 no only you can make this change in me 你几岁在今 我觉得其实要 要感谢我老爸 嗯对 因为 从小可以可以说 他不是在三岁的时候 哇你三岁的时候 一出娘胎 其实就开始听音乐了 而且是被强迫的 我是被强迫的听猫王 他为什么要强迫 对对对对 不是因为每天家里 他每天家里就放就对了 然后我爸也在唱 我要给你心疼力量 给你他音乐 明哥就是有这个好处 大家会想一起跟着唱 一起唱 陈淑华 漂亮 很厉害了 外婆的澎湖庵 潘安邦 哇塞 我看这一题他可能要血池 你释除 第三个他问 你不要再回答了 好 野百合也有春天 庄 潘岳 想啊 哪一位 不是名歌手 哇塞 这是不是有点简单 会不会有点简单 还是说我们有安排陷阱在里面 你一看就知道是饿了吧 对不对 他演个本土乡土剧的吗 潘 潘邦演本土乡土剧啊 哪有啊 骗他 哪有危险 你骗得太离谱了 那是潘若迪 来 请作答 不是哦 不是名歌手哦 有没有人会被混淆 还是说搞不清楚的人 反而最容易作答 你干嘛跟我选一样 来 时间 你换一个啊 到 来 我们先从拜尔开始 你换一个吧 来 陈苏华 为什么 你看 他都搞不清楚 所以他就写陈苏华 对 你只认识陈苏华对不对 不是 因为剩下两个姓都一样 他比较不一样 有 你以为我们在考大学啊 就是用姓名学 他以为潘苑跟潘苑是主卡本特兄妹 他一个人一挂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就是完全 没有任何 clue去可以想这个问题 我就用猜的 所以我就说他搞不清楚状况 他就直接选一个 他知道就对了 对 我第一眼看到谁就选谁 好 来 你们这个可能有正解的 你跟他很熟吗 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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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选一个字我也知道 邦 邦邦 邦邦 小邦邦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题有点陷阱 是不是 外婆的澎湖湾是 髀安邦 庞安邦 庞邦 想负小解几个字 比较好讲 也没有比较好讲 就安邦 这个字正确念嘛 是庞昂邦 庞昂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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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根本不是他唱的 原唱是庞昂邦 你还停留在那个刘文正 唱了很多歌的那個陰影上對不對 對 好 我們到你告訴你 根本就不是他唱的 所以你覺得 這首歌也許是 可是因為拍檔 他根本不是原唱 所以他根本也不是民歌手出道 對不對 你說呢 因為陳淑華唱了很多流行歌啊 我想說他應該不是民歌手出來的吧 可是這首是陳淑華的歌哦 對啊 西洋版我可以 所以他會不會 對啊 這是他的 這個算是他早期最紅的歌啊 在半夢半醒 最後期啦 那個都已經接近9點了 我想說他還好啊 半夢半醒 之間是陳索華唱的啊 這是夢醒十分 啊 對啦 半夢半醒之間是 所以夢醒十分 是譚詠琳唱的囉 對 不是 譚詠琳唱 譚詠琳唱對不對 譚詠琳唱 你說 你愛了不開愛的人 就在半夢半醒之間 來 兩位前輩 告訴我們陳淑華是為什麼 你講 來 我補充 陳淑華 因為他 他第一張專輯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198幾年初的 那時候已經不是 那時候已經 已經沒有所謂的民歌了 是這個意思 你的意思就是說 他第一張專輯發行的聲音 已經過了民歌的時代了 對不對 我是一 就記得他的年份 所以那這首呢 這一首呢 這首 夕陽伴我歌 你第一首已經過了嗎 對 夕陽伴我歌應該是1978 那怎麼叫過了 還沒過 1982年吧 那沒過啊 反正就是年份 他的年份應該不在 不落在民歌 我本來 我本來以為 講完 講都不會過 我只要補充就好了 原來你根本就是瞎懵的 沒有 那你說一個說服人的答案啊 淑華姐 他跟王子蕾是同期的歌手 他在這個民歌時期 他跟王子蕾不是唱民歌那一掛的 但是他有很久的演唱歷史 哦 是這樣子 他到 所以你說 他的出道年間也是在那個時候 可是他不唱民歌的 對 他不唱民歌 後來流行歌也出來的時候 他才靠這個 那個夢醒時分轉型的 他唱法以前完全不是這樣子 這不是 超靠譜的 哇 自己還抖一下 怎樣 是不是 我有點心虛耶 你拍我一下我就心虛了 對嗎 真的 真的嗎 你通常這樣的人都是錯的 我是這種人啊 真的嗎 我就是這種人 各單位請注意 正確答案就是他 是嗎 陳思華小姐 我們你們講的都錯 你們講的全部都是錯的 我們有資料告訴你們 各位 陳思華出道 他是以同心出道 蛤 他小時候就唱了 是像拿咖戲那種的出道法嗎 然後後來呢 他在出這個 唱片的時候 當然有碰到民歌的時候 所以他也趁勢 追著流行也出了一個夕陽伴我歸 所以他是在民歌之前就出道 而且之前很久 所以我就說這題有鬼 對不對 好 反正後來 當然他其實是以流行音樂為主 可能當時流行民歌 他也就唱了民歌 可是這首是西洋伴我歸 也是在民歌時代 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個作品 可是也是陳思華 唯一的一首民歌作品 所以他反而在民歌時期 並沒有真的出來 沒有 他有出唱片 也有出一首像民歌的作品 只是他其實應該是以這個流行 流行性為主的 比較流行的樂曲曲風為主的 對不對 今天 咱們這個民歌一路走到現在 大家清楚 我們的流行音樂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沒有民歌也就沒有 咱們今天流行音樂這個雄厚的基礎 沒錯 各位同學 不管你滿不滿意 我們今天都要下課了 更多精采的內容 到我們的給你哈音樂官方網站 你就知道了 是不是沒有講錯嗎 唱你講得 啵啵啵啵 下課啦各位同學 下次 我們下課見 Everybody 我要給你 我要給你 我要給你愛的力量 你就會閃閃發光 今天的QQ音樂教室介紹了許多派制人口的校園民歌 以及大家記憶中所熟悉的民歌手 是否又喚醒你當年那股清新的氣息呢 QQ音樂教室 我們下課囉 馬上進行的單元是 給你哈 給你哈音樂 今天要給你的巨星是 RMB天王陶哲 今天介紹的是五六零年代的歌曲 而陶哲也精心打扮六零年代搖滾風格的服裝特色 由鮮艷單色的襯衫 牛仔背心 亮頭腰帶 拼裝式牛仔褲 搭配肩頭皮鞋 而哈林今天所呈現的是六零年代休閒風格的服裝特色 大學運動風的夾克 牛仔褲 當然一定要卷褲管 搭配白襪子 以及帆布鞋 今天陶哲再度來到給你哈音樂 所要介紹給觀眾朋友的是五六零年代的經典歌曲 馬上來欣賞陶哲所帶來的第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 只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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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只要你 像你 Ari And fill my heart with love for only you Oh only you Can make this change in me For it's true You are my destiny When you hold my hand I understand The magic that you do You make my dreams come true My only you Only you Can make this change in me For it's true You are my destiny When you hold my hand I understand The magic that you do You make my dreams come true My only you Only you Qui You never want to payי I know We realize 浩泽听音乐的时间 是 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 你几岁开始开始听音乐 我觉得其实要 要感谢我老爸 对 因为 从小可以可以说是在三岁的时候 哇 三岁的时候 你这个就是 一出娘胎就是就开始听音乐了 而且是被强迫的 哎呦 陶哲小时候是如何被强迫听音乐的呢 广告后陶哲与你分享他的音乐之路 60年代猫王的经典歌曲 陶哲唱给你听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陶哲听音乐的时间 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 你几岁开始听音乐 我觉得其实要感谢我老爸 因为从小可以说是在三岁的时候 三岁的时候 一出娘胎其实就开始听音乐 而且是被强迫的 我是被强迫的听猫王 他为什么要强迫 不是因为每天家里就放在队 然后我爸也在唱 我爸应该也是算是高中的时候 那时候在台湾 然后听西洋音乐 那那个时候其实 他都喜欢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 那个年代的一些摇滚 所谓的rock'n'roll 50年代的rock'n'roll 可是突然那个时候 有了一个叫猫王 Elvis先生出现 那个完全的就是 是抓住我爸爸的这个光幕 木光 他也颠覆了世界流行音乐的规则 是 对不对 他也创造出流行音乐的一个路线来 是 是 那在那个时代呢 我们有一些特色 牛仔裤嘛 对对对对 就是这种 这种叫什么运动夹克 对对对 这种有点像是就是他们所谓的大学 大学的上面有很多这些他们的徽章啊什么的 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一定是这种这种 这种球鞋老式 老式的球鞋 然后裤子卷一卷白袜 好像那个时候也没有别的球鞋 也没有别的球鞋 哇那个球鞋那时候不得了 不得了 翻了不得了 你这个就比较60年代了 对 嬉皮 我这个比较嬉皮一点 嬉皮当然头发绝对不是像我这样公公睁睁的 长的长的乱的 为什么他们要留 是不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要对抗体质 那个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时候 就是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对抗社会 政府反战运动 你的规则在我身上不成立 对没错 大家剪短 就是要留长 没错 大家的裤子整整齐齐 我就是要破破烂烂补 而且还要喇叭裤 那个时候应该不会有这种比较 亮丽豪华的装扮 其实真的就破 对就是破啊 他们那时候很喜欢比如说绒布啊 这种东西的 牛仔 所以在560年代 真是流行音乐的起头 之后很多音乐都是因为那个时候的rock and roll 慢慢的展开 对 今天我们有这个我们刚刚讲的猫王的歌曲 对猫王的歌曲 你说厉不厉害 嗯 监狱摇滚 监狱摇滚 这很有创意耶 是啊 全文号说啊 虽然是一个电影啊 对 可是你怎么会想到 现在的人怎么会写这首歌呢 是 哎呀猫王的这首歌曲 监狱摇滚 到底有多厉害呢 我们马上来欣赏哈林与陶哲的演唱 对猫王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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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就画一颗响 上现在女士声 对猫王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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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哥 对猫王的歌曲 The best time Yeah 你今天那时候的国语 给我们了解 其实我觉得 我了解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我妈妈会听 爸爸听英文的 妈妈听中文的 对对对 爸爸就是这个西洋挂 对 玩吉他 那时候叫杨琴鬼 杨琴鬼 我妈也说我是杨琴鬼 你再有没有人骂你杨琴鬼 没有 可是我爸爸是真的是 有一次我爸跟我说 他在哪里表演 在台湾 他年轻的时候 跟他的bang 年轻的时候在表演 我的爷爷呢 去抓他 警察就把他抓下来 真的 很严重的那个时候 年轻人 无务正业 搞这些什么乐团摇滚乐 对对对 简直是 情绪不如 对不对 那时候真的大人啊 把摇滚乐当成这个洪水猛兽 是 可是在华语世界里 虽然就是封闭 是 可是好像还 收到了一点国外的讯息 感觉上那个时候 好像可能因为 很多这一些 我觉得那个时候接受 其实因为上海的关系 上海四通八达 对对对对 港口很多的 租界 外国人啊 外国讯息 所以上海那时候 应该是有一种这个 很传统的 是华语的歌 对 类型 有点小调 有点小调 另外一些 就满受西洋的影响 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西合并的东西在那个年代就已经出现了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首歌曲是桃泽选的 是因为这首歌曲它本身有个很特别的经历 是没说 告诉大家是什么经历 原本的其实这首歌呢 它是一个中文歌曲 中文歌 可是呢 呃这个中间有一个故事 就是说这个歌突然被外国人听到了 嗯 然后喜欢这个旋律 嗯 就把它转换成 改编成为一首英文歌曲 所以通常是版过来的嘛 所以通常是我们去翻译别人的歌来唱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外国歌好听 对对英文的啦 日本的啦 韩国的 我们把它翻成中文的 对 原来在这么早的时代 我们的歌曲就已经被外国人被外国人翻去翻成英文 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自己啊 应该要努力一下 努力一下 这虽然有点难啦 不过这个是有历史的 蛮酷的 玫瑰玫瑰我爱你 对 我们今天有中文英文对照感 我们来点不一样的 啊 Oh yeah 啊 What you like Woo 咚咚玫瑰 玫瑰 嘴角美 咚玫瑰 玫瑰 嘴眼裡 長相開在指頭上 咚玫瑰 玫瑰 我愛你 嗚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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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you with an aching heart What is your future now we have to part Standing on the hover hit as the steamer moves away Flower of Taiwan I cannot stay 心底刺眼裡心底氣 世界的光輝照大地 星的十月 星的群衣 世界的光輝照大地 玫瑰玫瑰 紙角美 玫瑰玫瑰 醉也美 長下開在紙頭上 玫瑰玫瑰 紙角美 Rose Rose I love you with an aching heart What is your future that we have to part Standing on the jetty as the steam moves away Flower of Malaysia I cannot stay 玫瑰玫瑰 紙角美 firsthand Sind ½ Sind 1 Sind 1 Morning Sind 1 Sind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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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